众所周知,巴基斯坦跟我们国家的友谊是非常深厚的,所以我们国家也亲切地称入他们为巴铁。 而当一方有难的时候,另一个国家都会亲离相助,就比如说这次的肺炎疫情中,当时中国的疫情是非常严重的,而作为援助的一方,巴基斯坦也是亲近了全国之力。 而当巴基斯坦遇到困难的时候,也会寻求我国的帮助,比如说巴基斯坦在地理这方面遇到困难,向中国进行求助最好不过了。 而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已经非常的足了,所以在电力供应上面,我国帮助他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,这不就消息成巴铁遇到大麻烦,中国派两万人前去支援,日本表示太羡慕了。 这是怎么回事呢,一起来看一下吧,这次巴基斯坦遇到的同样也是电力方面的问题,而我国更是派出了两万人前去援助。 所以巴基斯坦的塔贝拉甩电站供电难的问题才会迎刃而解,巴基斯坦的人面对我们国家也是非常感激的。 从此之后两国的交情越来越深厚,而我国也塑造了一个有担当有责任的大国形象。 针对我国帮助巴基斯坦的这件事情,日本也忍不住感叹真是太羡慕了,还有很多的国家都非常羡慕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友谊,这些友谊都是两国又真诚换来的,对此大家是怎么看待的呢?